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G20視頻電視會議結束之後的第一天 3月27日 特朗普和習近平通話 通話前夕 特朗普正式簽署台北法案 直接針對中共 美國白宮和國會也密集施壓中共 中共輿論就突然轉向 北美時間3月26日下午5時50分 特朗普在白宮疫情簡報會上說 他和G20集團領導人召開電話會議 商討應對中共病毒疫情的問題 特朗普說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很多好的想法 我們正在合作 領袖都聚集到一起 在回答美國確診病例似乎超過中國的時候 特朗普說 首先 你不知道中國的數字是多少 都是中國說你知道的數據 我確信 你們不能夠知道中國是不是做了檢測 我認為這樣有點難 有記者問 是不是因為習近平要求 他就不再講中國病毒呢? 特朗普表示否認 他說 美國時間3月26日 特朗普在和習近平通話之前 正式簽署台北法案 早前在3月4日和11日 美國聯邦眾議院和參議院 先後通過 《台灣有幫國際保護器強化倉議法案》 又稱為《台北法案》 台灣時間27日 台灣外交部發言人表示 外交部致誠歡迎 和感謝美國行政部門和國會 對台灣的外交空間 國際參與 深發台美經濟和安全關係 以及對台灣民主成就的肯定 和一致的支持 有關習特匯 新華社在報導一開始就表明 習近平是應約和特朗普通電話 但是特朗普通話之前 在白宮舉行的疫情發佈會上說 是習近平提出來要和他通電話 特朗普當時說 兩人將會在星期四晚上9點通電話 後來為了參加霍視電視台的節目 所以將兩人通話的時間 推遲到10點半 在記者會上特朗普說 他和習近平關係良好 同時又表示 我不喜歡他們 不是習近平 是某個中低層的人說 指控美國病毒是美軍帶到中國 中共官方媒體說 習近平強調 中美關係正處在一個重要關口 希望美方在改善中美關係方面 採取實質性行動 雙方共同努力 加強抗疫等領域合作 發展不衝突 不對抗 互相尊重 合作共贏的關係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評論說 習近平在美中兩國近期 就一系列問題發生爭吵的情況下 表示願意向美國提供援助 與此同時 習近平堅持中方在第一時間 發表病毒基因排序等信息 來標榜自己的所謂公開透明負責任態度 美國之音評論說 既然中共政府這麼透明 為何在疫情初期 也只是在最有可能阻止疫情大爆發的階段 中共政府要對中國公眾 封鎖疫情信息呢? 甚至對私底下在朋友圈談論疫情的 8個醫生進行懲罰 並且將懲罰的消息 在中央電視台反覆播放十幾次 導致醫護人員人人自危 不敢談論疫情 導致眾多的人 包括數以千計的醫護人員感染病毒呢? 除了簽署台北法案之外 美國國會近期推出一系列法案 向中共施壓 3月23日 3名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共和黨成員 智涵白宮 呼籲特朗普總統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下 成立特別工作小組 對抗中共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大外宣 3月25日 國務卿蓬佩奧在參加七國集團外長會議後表示 向中共問責一事 留給國會來做 他說 在我們設法解決這場危機後 在令這些經濟體重新站穩後 全世界都有時間平定所發生的事情的責任 另外 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 正在草擬一項有關購買美國貨的行政命令 目的是減少美國對中國製造的藥物 和其他醫療用品的依賴 這個行政令預計下星期發出 和美國強硬動作相反的是 中共的變軟 就在特朗普和習近平準備通話的前夕 中共三大外交戰狼齊齊改口 3月24日 中共駐美國大使崔天海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以及中共喉舌媒體 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 突然一齊改口 呼籲中美合作 之前聲稱美國將病毒帶入武漢的趙立堅發推文說 人類要團結 展開國際間合作 趙立堅還刪除了之前社責 令號病人是美軍女軍官的貼紙 一直指責美國總統特朗普抗疫不力的胡錫進 也發推特聲稱 現時是需要團結的時候 煽動中美衝突的人 將會受到歷史的譴責 而崔天海就感謝美國人民 企業和機構 對中國的支持與幫助 網友也質疑中共官員暢傷網 聯合起來欺騙美國 也有網友認為 美軍23日在南海發射導彈 中共怕了 所以官員急於改口 還有網友表示 這是中共一貫的做法 詐騙失敗之後 再跪地求和 但是相信美國不會上當 就在中共三大外交戰狼 齊齊改口的同時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也在高層會議上強調 各地疫情要公開透明 不要為了追求零報告 而門部留報 3月23日 李克強主持召開 中央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會議 新華社當日發表的通稿 強調推進復工復產 而一日之後 李克強主管的中國政府網 專門發文 詳細報導李克強要求各地 實事求是 公開透明感發布疫情信息 不得門部留報 和新華社的報導 大不相同 李克強還強調 這次疫情 不可能像當年沙士那樣突然消失 必須做好更加艱鉅 更加持久的疫情防控思想準備 壓制疫情在局部 甚至在更大範圍再次爆發 中央疫情 才能多次爆發 也好 中央疫苗 人肉